今天我给大家讲一个台媒唐香龙啪啪打脸美国泼妇小雷的故事 这个美国泼妇小雷呢就是刚刚学会了这个词叫泼妇骂街 今天呢他就现炒现卖给大家展示一下美国式的泼妇骂街 阿拉斯加会议 杨洁篪还有王毅 我不知道这些外交官是不是真的相信他们说的话 中国外交我觉得疯了 就这么简单 为什么美国泼妇小雷说中国外交官疯了呢 因为他说历史上只有川普曾经这样粗暴的对待外国世界 中国外交官怎么也学了川普这样做呢 他们疯了吗 他们一定要给美国新的总统拜登表现一种非常激烈的一种一种面子一种行为对吗 但是这个美国没有感觉到任何的威胁 像他这样的美国白人真的没有感受到中国的威胁吗 那为什么那些美国白人而且还教唆美国的其他种族人 对在美国的亚裔人亚裔美国公民进行骚扰甚至屠杀呢 我觉得很多国家看到这个会议会说 中国有病啊 真的有毛病 我们我不知道应该怎么跟中国做什么生意或者什么 那当然不是所有国家都会这么想的 尤其是中小的国家未发展的国家可能还 他们可能觉得这个很正常这样的外交官的行为很正常 但是在西方世界这种行为不太正常 这个美国白人泼妇的嘴脸终于露出来了 他是说西方世界是不会这样以激烈的行事行为来表现的 只有那些中小国家未发展国家才有激烈的行为 他就把自己西方标准高高的做成了表之房 第二是一个外交官我忘了是哪一个 王一吧 他说美国屠杀黑人 那我想问我想问大家 你们知不知道美国警察每年杀多少人呢 五百一千一万十万你猜不到一千 而且我相信我们的数据可能不是完美的但是我相信比中国的更准确 美国泼妇现在又开始转移了阵地 现在说中国对美国警察滥杀黑人 这种指责是不对的 因为我们美国的警察是有数据的每年只杀一千人 中国的数据是不准确的 因为中国的数据是零 他因为在香港几个月的暴动当中 警察没有杀一个人 美国黑人的怎么说被警察杀的死亡率比白人的高一倍是这个意思 但是这个还算去年美国警察杀了900人左右 其中200多个是美国黑人 那中国为什么提到这个 那很明显呢 他们第一他们不希望我们会提到新疆这个问题 第二他们想转移话题 说我们没有错 或者要是有错 那你就看你自己 你看你国内的问题比我们的更严重 你们是在搞一个黑人的屠杀 我在我前面的视频里曾经说过 中国的维吾尔族问题实际上跟美国的黑人的问题是很相近的 这两个民族它的长相是从很容易从其他的种族里头辨认出来的 但是作为一个出生在中国的维族人我们的我们的生活轨道和维族人是很相像的 我们在中国绝对是受到优待很少是反向的歧视 相反在美国几乎黑人得到的是大百分之九十九都是一种种族歧视甚至是屠杀 在中国没有对维吾尔族生命上的进行的屠杀 有任何人相信中国外交真的担心真的关心美国少数民族吗 除非华侨以外他们真的关心美国少数民族吗 现在这个美国泼妇呢反过来问中国外交官真正关心美国的黑人 美国的少数民族除了华侨以外吗 他这点说的是很对中国外交官不关心美国的少数民族 但是美国也不在意中国的少数民族维吾尔族是穆斯林 但是美国到所有的中东国家杀害成千上百万的穆斯林 他到底关心中国维吾尔族什么他关心穆斯林吗 他不他关心那些两万在中国境外可以发动对中国进行叛乱的维吾尔族 他不关心在中国境内的维吾尔族的生活是否幸福安全 我鼓励你去问问他们中国是不是有种族歧视问题 现在呢美国泼妇小雷因朝热讽的去说啊你去找一些中国的少数民族来跟他告诉你一下中国是否有种族歧视 小雷我告诉你我是出生在中国的回族 我生活中国在中国25年 我在美国也是少数民族 我是美国的亚裔 也是生活超过25年 我可以好好的隔离解释一下 中国是怎么优待少数民族 美国是怎么歧视少数民族 我给你现身说法 你愿意跟我直接辩论吗 有本事你要真正想知道真实的情况下 跟我辩论一下吧 现在让台湾著名媒体人唐湘龙继续打脸 美国泼妇小雷 二人世界里面来来讲 看到看到杨洁篪的那16分钟的讲话 那个呃 倒不是是不是对了这个 这个布林肯 是不是让美国呢 就是灰头土脸 牙口无言 倒不是这样的层面 而是 而是那个气 那那个那个气场出来了之后呢 呃 他的影响绝对不是指在阿拉斯加的那个冰天雪地 美国呢 美国确实在很多的议程的设定上面来讲 看得出来呢 他有期待 有有准备 但是也有也有刻意的在给中方的那种鸿门宴下马威的味道 这样的 你知道今天在大陆的 在大陆的这14亿人 我我当然也有很多的很多的大陆朋友 很多台湾人在在在大陆 台湾人在大陆一段一段时间就看到那 内幕的时候 我觉得 不管你的出生背景是什么 你是你是大陆人或者台湾人到大陆的台湾人 我觉得看到内幕的反应是一样的 许许多人在这种氛围当中感染久了之后 我我觉得瞬间瞬间的那个情绪炸开 看到看到杨洁篪跟王毅的那几句 那那几句已经被拿来做做T恤的台词 呃 杨洁篪讲的那几句经典的台词就 就是美国没有资格居高临下的对中国说话 那以为你基于实力地位可以对中国这样子讲话 中国人不吃这套 在那里的全球全球关注 那看到呢看到呃杨洁篪王毅的那几句话 不只是在大陆的那种的整个的整个的舆论场 他们炸开来之后的那种的百年孤寂的屈辱感 那瞬间的觉得得到了疗愈 如果你认为这两天的时间了整个整个大陆或者华人的舆论 舆论市场里面的那种的感觉你讲不出来 我告诉你他就是简单两个字你被疗愈了 我要压一下因为不小心就会就会就会就讲出些不该讲的话 就是就是这么久终于那种的那种那种一百一百多年讲不出来的那种的鸟鸟气 那整个的整个的一百一百多年1820年到1839年184年鸦片战争之后呢 这一百一百多年一百七八十年将近两两百年的屈辱 你读到的历史里面的几乎都是都是悲情的都是痛苦的都是苦难的那种的那种的历史的沉重感到这一刻为止疗愈了 不是王毅或者杨洁篪多伟大我我觉得就只是到了那个那个时间点的那个位置的时候有人把这话讲出来 当美国已经定于一尊了在冷战当中的苏联都崩溃瓦解那甚至于呢你看到的我都说了那个 法兰西西斯福山的那本的历史之终结与最后一人就是告诉你就说未来不会有更好的制度了就是美美国这个样子他他给美国真是灌足了米汤 美国人当也确实认为的地球上面只要是有人的地方的制度呢就是我美国美国这一套的价值观就是我美国人的价值观 所以美国人今天的居高临下必逆一切那个不奇怪那个最少是已经是已经是几几十年一方面国力也强然后然后呢然后也也富裕军军事力量超级强大然后呢打遍天下无敌手啊 那这种这种的你可以说呢这种都心在红尘浪里身在孤峰顶顶上那种的那种的孤孤疾感就是已经已经到了到了不可能更高的位置的时候那那是一个那是一个习惯啊好但是没有被人家这样子怼过之后呢突然间的王毅的这些话呢在媒体当中放送出来的时候他不只疗愈了疗愈了中国人最重要是他对国际政治的气氛 会有很深刻的影响就就是许多的那种的压长时间压抑对对美国呢这种的既依赖又怕受伤害的那种的那种的矛盾的感觉他会他会有一种的有一种的受到鼓舞的表现的方式出来就对呀为为什么没有人敢跟美国家讲 为什么那今天虽然不管我是不是支持中国不管我跟中国的关系怎么样可是当今天看到看到杨洁篪在这样子公开的场合当中不管那16分钟的讲话呢是不是超时是不是礼貌那几句话讲出来之后呢不止呢在在中国华人的舆论场里面炸开大家的得到的得到的疗愈老子等这些话等了已经一辈子了那种的感觉 但是我我听就说我认为在许多的世界各个角落里面关注这场会议的人都会有相同的感觉 因此 美国未来再要用那种的避逆天下那眼高于顶指点江山的那种的口吻向全全世界任何的国家要讲话的难度都会大幅的提高 呃礼貌一点的就就是装没有听到如果真的闹僵了之后呢类似这种的这种的对美国那发发出而且当面 他可不是像是比如说他可不是像是金正恩金正恩是躲在平壤里面骂你他也不是杜特地我在菲律宾骂你 他也不是呢过去的什么不管是伊朗被你炸了之后呢莫莫可奈何然后呢只能够呢在德黑兰的闹闹示威游行活动 真的碰面的时候我知道我不是你对手我知道你在在波斯湾里面有第五件的舰队我知道呢你随时呢拉着的逊尼派的这个这兄弟们那准备的要修理的实业派 我知道 但是当着面 那 中国终究今天证明就是不管他今天实力跟美国当他跟实力无法 因为除非 除非我今天呢谁谁是想要跟你美国在全球各个各个遥远的地方去较量 我如果念头是这个样子那我那我中国真的是自不量力 因为我还没有那个实力 但是如果只是要在我家门口叫你滚 不要呢在我在我家门口里面的用我听得到的音量的在骂不要动不动的就以就以航行自由飞行自由的名义呢在我家门口呢转来转转去 对我今天呢即使呢同样的要派一个一个一个就是说呢一个核动力航母的舰队呢然后呢到你的到你的就说呢大西洋沿岸到你的到你的太平洋沿岸里面 到你的家门口里面去做抵径侦查我连这样的实力呢都还没有 但是我最少可以有在在我家门口里面的让你感觉一下 我把你往外推的力量其实这次的中美的二加二他如果真的有有未来对于地缘政治 的深刻的战略的影响 就是中国中国所有谈论的调子基本上面的都都是在把美国往外面推 从两岸的角度来讲他就再三的强调中国的家务是台湾的是事情没得谈 没得谈 就是没得谈的意思 就就是如果你碰我付出再大的代代价呢我都会跟你拼 再从亚洲地缘政治的角度来讲 这场的会谈会确定一个越来越明确的 美国是亚洲的局外人 你如果真的关心亚洲亚洲人也不会这么的 嗯就是朋友来了有好久吗 那敌人来了有猎枪 你你真的要要要要参与要关心亚洲欢迎 可是呢如果呢对亚洲呢仍然是那种的那种支配者的角色那个的时代已经过了 这个里面当然仍然会有一个呢一个一个关键的关键的国家的选择那个是日本 呃日本的日本的态度到到现在为止 日本我觉得他的整个的整个地缘政治的认识 是 是我是我是我觉得 觉得很遗憾我说很遗憾并不是说你要亲中 我都我只说对于整个的地缘空气的转变日本的日本受制于美国在战后对他的太有效的控制 日本到现在为止完全无法想象自己离开美国之后怎么过日子 不管美国怎么对对日本日本就是那种 不知道我我没有办法离开美国我离开美国做完完我去哪里呢 我怎么过日子呢 谁来保护我呢 日本似乎没有没有办没有办法去思考没有美国的日本会怎么样 这个对日本来讲我觉得长时间对他的国家发展是个伤害 对亚洲地缘政治的那种的那种的全新的气氛跟空气日本一直融融不进来 这点从亚投行就已经看出来亚投行 欧洲国家英国的都都进来的日本的就是唯一站在美国身边 到现在为止没有参加亚投行的重要的国家就是日本到现在的没有改变 不是 在国际评论的部分来讲的有一个有有一个评论的是是值得注意的是在纽约纽约时报 The New York Times New York Times上面的有一篇但这不是纽约时报的社论了这个是纽约时报当中 他的 就他的专栏吧 他的 他的他的专栏就他有一个 opinion的这样的一个一个栏目你在网路上面的可以可以找得到 那这个opinion的栏目上面的有一篇的有一篇的文章的作作者是呢 Ean Johnson 这栏目的名称的叫做Mr. Biden Enough with the tough talk on China Enough Enough with Enough with tough talk with the tough talk on China 就是 呃 拜登先生 不要光是跟中国讲硬化了 大概翻译就是这样子吧 呃大陆方面好像也也也是这样翻的 海外的海外的华人朋友们我会建议你要把那个一个小时的版本了 从头的看到 你对于那个 这场的会面他对国际舆论场当中的影响的看法你会比较平衡 不要光只是从一个华人的媒体当中 去去接去接收那个舆论的气氛 因为他很容易被被一些片面的单向的一个思维跟表述的方式绑架 这个呢对我们受受思想训练人来讲是不好的 好那这个 Ean Ean Johnson New York Times 他最少告诉你就是说 你不管你喜不喜欢美国这个国家 像类似这种的 Ean Johnson 这种的声音 Ean Johnson 他是德国普利斯讲的 所以他不是一般的读者投书 他不是一般的 他作为作为就是说纽约时报的所谓的他们叫做叫做应该叫做中国的通通讯员是吗 他已经已经已经算已经有相当相当长的 他他当过他在2001年的时候得过得过普利斯奖 好那 Ean Johnson Ean Johnson 也担任了中国的通讯员了20年的时间 好但重点是说他在 他在这一篇的 欧编人里面 他对拜登政府的建议说 不要光是讲那些话 就是好像的那那那那那确实是一种的表演表演性质 可是呢他里面提到就是说你应该有一些的具体的动作就毕竟中美之间的关系呢如此的复杂 中美之间是不能够谈破 谈崩谈到的就是好像冷战的时候的行隔世纪 第1个不可能第2个绝对不能走到内部 那要大家的如果要要能够记得继 呃还能够谈的下去走的下去 他提出有一些的基本动作是必须要做的或者可以当作试探性的动作去做的 而他所提的试探性的动作 其实在2月2号 杨洁篪 对美中关系呢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那个视讯演说当中的杨洁篪几乎都已经提到了 他提到了什么有没有可能走到内部 他提的几件几件是事情很困难吗 不过很勇敢啊 他说第1个呃拜登政府应该呢应该应该跟中国谈 就是说呢恢恢复呢开放领事馆 然后呢不要再去抵制他的孔孔子学院了那个太幼稚了 孔子学院就就只是一个要要要打造自己形象得的德国啊很多国家在美国都有类似的机构你干嘛去污名化孔子学院呢 还有呢派到呢派到的被驱逐驱逐的这些媒体应该让他们回来但是告到告诉大陆说你应该让我们那些的媒体再回到了大陆呢做正常的采访 还有像是留留学生啊等等已经的中国共产党员禁止入境这些应该取消的他也很诚实告诉大部分的中国共产党员 都只是一般的文官而已没有什么间谍的问题